快过来快过来 看 垃圾堆又发现好东西 这是一颗被丢弃的兰花 这个根都没有了 估计是一两三个月没有给它浇水了 我们捡回去 教大家怎么去拯救它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一颗兰花 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来拯救的 现在已经长根出来了 看到没有 还有了 已经长芽出来了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 大家喜欢养兰花的 一定要先收藏起来 以后还可以慢慢看 我们捡回来之后 第一步首先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脱水的根全部给它剪掉 因为这个兰花脱水非常严重 这个根都全部干完了 像这种根的已经干死了 我们全部给它剪干净 我们平时养兰花 一定要记住定期浇水 但是我们给兰花浇水 也要注意几点 避免空根烂根 因为兰花它是属于这种油气根 不能过度的浇水 不能频繁浇水 长时间积水 它就会烂根了 如果长时间不浇水 它会产生空根 就像这一颗一样 所以我们平时给兰花浇水 一定要注意浇水的节奏 我们把这个根 全部给它清理干净之后 还要把这个叶片 全部给它清理干净 像这些枯叶 如果你不清理干净的话 很容易会滋生一些病菌 为了避免我们平时养兰花 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 大家最好选一些颗粒土 颗粒土的话 种兰花它不容易积水烂根 大家看我种的这颗兰花 全部都是用这种颗粒土来栽种的 这种颗粒土的话 它有很多种材料组成 如果大家想要自己配土的话 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以后呢 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我会把这个配料表发给大家 所以大家平时种兰花 最好不要选一些什么泥炭土 营养土 椰康土等等的 这些积水性比较强的土壤 因为这种土呢 它是种不好兰花的 由于时间比较长 所以呢 我就动作快一点 大概的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清理的干干净净 如果大家的兰花也出现烂根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给它处理 好了 清理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大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呢 一定要把这些枯叶全部给它清理干干净净净 那么接下来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那就是给它泡一泡生根水 我用的这个生根水呢 就是这种强力生根营养叶 这种强力生根营养叶 它可以激活植物的根细胞生长 促进它新根长得更快 我们给它泡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 让它完全吸泡水 因为这个兰花已经严重切水了 这种强力生根营养叶 除了兰花可以用之外 家里的所有花卉粒子都可以用 因为它是通用的 我们正常来说最好是一个月 给我们的兰花用一次 这样的话呢 你的兰花就会根系更发达 大家看像我养的这些兰花 每一棵都是长出这种大白根 满盆都是根 好了我们泡了15分钟之后 接下来呢就是给它栽种 这种情况的兰花呢 我们不要用土来栽种 我们直接用这个沙 干净的核沙 因为这种核沙它不容易滋生续菌 而且呢它比较容易诱导兰花 快速长根 直接把这个处理好的兰花 把它种下去就可以了 直接给它种完就可以了 也不要种得太深 种好之后把它放到通风应年的地方来养护 不要给它晒太阳 最好每天给它喷一喷水 因为它们有根 没办法正常吸收营养 保持这个叶片有足够的水分 平时我们给这个兰花浇水的话 可以用这个奖励生根营养液对水 大概10天给它浇一次 让它快速发根 如果大家学到了 就给主播点个赞 身边有喜欢养兰花的朋友 也可以分享一下 让大家都过来学习 请不吝点赞订阅